欢迎收看焦囊电影 其实特种部队系列在国外口碑一直不佳 但是票房还算不错 2009年上映的特种部队 眼镜蛇的崛起口碑也是两极分化 烂番茄新鲜度33% 斗瓣评分7.3 本片当年创下了3亿美元的全球票房 2013年派拉蒙拍了一部续集特种部队 全面反击 虽然有巨石强森和布鲁斯威利斯加盟主演 但是影片口碑继续下滑 烂番茄新鲜度29% 斗瓣评分6.6 不过最后全球票房还算不错 高达3.75亿美元 但是拍拉蒙之后一直没有趁热打铁拍续集 直到这部特种部队 蛇眼其远 距离上一部已经时隔8年之久 不过目前看来 这部芯片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票房收入 目前全球票房只收3696万美元 北美之外票房只有870万美元 而且拍拉蒙旗下的流媒体 与迪士尼和华纳的流媒体相比 简直小无见大物 所以也不能指望带来太多在线收入 可以说这次拍拉蒙算是血本无归了 也许这是最后一部特种部队系列电影了